豆浆是许多人早餐必备饮品 但你对它的营养值多少 美分泌新陈代谢专科医师蔡明杰表示 豆浆不只富含蛋白质低卡低碳水 且多为植物性脂肪不含胆固醇 特别适合心血管疾病族群 除此,许多人听闻喝豆浆容易的乳癌 医师根据研究指出 其不仅能降低磷患乳癌风险 对预防摄护腺癌,肺癌也有帮助 医师蔡明杰在脸书专页发文 说明豆浆四大好处 首先是富含蛋白质 医师表示 五糖豆浆蛋白质含量约占总热量的40% 比牛奶高出许多 且黄豆属于完全蛋白质 能满足人体的九种必须氨基酸 无论在增肌或减脂 豆浆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其次是拥有适量好脂肪 蔡明杰说明 豆浆的脂肪约占总热量的40% 皆以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性脂肪为主 由于不含胆固醇 尤其是和高血质 心血管疾病一律族群 再来是低卡低碳水 蔡明杰表示 豆浆的碳水化合物只占总热量的20% 喝250毫升的豆浆 热量还不到100大卡 是减重减脂的好帮手 另外黄豆本身的膳食纤维亦有助胃肠保健 最后是裸住防癌 蔡明杰表示 时常听闻喝豆浆容易的乳癌的说法 事实上 根据2023年一篇统合分析显示 比起摄取最少大豆一黄酮者 摄取较多者罹患乳癌的胜算比 奥充维亦是0.71 也就是说 增加大豆一黄酮的摄取量 可能有助于降低罹患乳癌的风险 另一份2020年针对中国华人的统合分析也发现 每增加10毫克大豆一黄酮 几月摄取100毫升的豆浆 罹患乳癌的风险会下降3% 蔡明杰表示 从上述医学证据可知道 喝豆浆不仅不会增加乳癌风险 反而还有预防乳癌的好处 除了预防乳癌外 蔡明杰也提到 根据2022年的一篇统合分析 总共收录了81个前瞻性研究 结果显示 摄取较多豆浆的族群 其癌症风险下降10% 每天多摄取25公克的黄豆 几月为一杯250毫升豆浆 可以下降4%的癌症总体发生率 尤其在摄护腺癌 肺癌方面特别显示出差异 最后 蔡明杰提醒 豆浆也不适合越多越好 根据梅约诊所建议 每天可适量摄取一到二份的大豆制品 每份大约就是250毫升的豆浆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